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将于17号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并发表主旨讲话 北京集中力量加大对全市农贸市场以及餐饮单位的消杀力度 朝鲜宣布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是实施反制措施 韩方对此深表遗憾 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精神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针对中印边境爆发冲突 中方呼吁印度不要采取单方面行动挑起事端 十序直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聚焦北京 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7号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并发表主旨讲话 有关此次特别峰会 中国外交部介绍是由中方和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 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倡议 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非盟峰会主席团成员 非洲重要次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等非洲国家领导人 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将应邀出席 联合国秘书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作为特要嘉宾与会 赵立坚表示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致力于同非洲国家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非守望相助并肩战役 中非关系得到新的提升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非洲疫情也在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举行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再次彰显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不仅将进一步凝聚中非团结抗议共识 推动中非合作实现新的发展 也必将为支持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抗议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中方愿同与会各方一道 共同推动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非在抗议方面持续合作 双方关系不断提升 相关话题在节目当中 为您请到实时评论员 更新先生做进一步分析 更生您好 你怎么看这次峰会对未来中非合作抗议 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中非合作我们知道它由来已久 我们不仅有共同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 而且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这几十年来的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呢 一直是相互支持 非洲朋友支持了我们 我们也支持他们的这个和平和发展 而且呢 我们这个多边合作 有个特别突出的 和其他几乎和其他所有的多边合作 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这样一个政治基础上的一种合作 其他合作 比如说美国和哪一个多边组织的合作 它都是带于一种 它是霸主 它是老大 我们的是兄弟关系 在别的有些多边组织经常会出现这种 这个老子和儿子 就是这个父子关系 或者有时候是主谱关系 这种情况呢 在国际社会我们是比比可见了 那么这次疫情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 就是最近我们正好这次和非洲兄弟在一起 这个聚会 我估计一定会谈到 最近美国的这个社会示威的这个情况 这次也是 比如说很多的黑人兄弟到了美国之后 上百年和美国社会 白人各个其他种族的这种融合 但是始终我们注意到 他们始终有一种 好像相互还是不那么协调 还是不和谐 还是不平等的这种社会的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在美国这个社会至少是这样 就是说金钱 生命的安全 甚至于自由民主等等这些 和这些价值相比起来看 这次美国的这个示威的暴动的这个导火索 是一个对非一人士 一位还有前科的这么一位人士的这种暴力致死 这种不平等对待所引发的 证明了我们人类通过疫情 疫情中的不平等 疫情之前的这种社会分化 在疫情中得到加剧 更加使我们这个社会不平等 像这样的情况更加刺激着我们人类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就是我们要求的是平等 在和平和发展的同时 在合作的同时 我们要求要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我觉得中非之间的合作 正好体现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的道德制高点 和我们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今后中非合作将会给全人类 整个和平人类 无论是抗议还是和平发展 合作都提供一个示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好谢谢根星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谢谢 好再来关注的是中国柬埔寨政府兼协调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16号通过视频的方式举行 中国国委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和柬埔寨副首相贺南红共同主持 中柬政府兼协调委员会第五次会议16号通过视频方式召开 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和周边国家举办的第一个高级别双边机制性会议 今年也正值中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十周年和亲属中介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一周年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 一年来委员会统筹协调两国各部门各层级 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31个领域全面落实行动计划 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而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 中方期待会议能够为后疫情时代两国关系的发展 形成新的共识 我们两国作为铁杆朋友 在疫情发生之后相互支持 守望相助 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我们的友谊也更加的牢固 此时我们召开今天的协调委员会的会议 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除了延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 在基础之上 我们要为后疫情时代两国关系 迈上新的水平来形成我们的共识 以此来共同打造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样板 柬埔寨副首相贺南红也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两国关系进展 他并感谢中方在疫情期间向柬埔寨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何南文表示 期待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 继续推进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提升终结两国关系 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提升终结两国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的作用 这次会议上 两国均加入了一些新的部门进入委员会 并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 推动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提制升级 全球至今有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814万 死亡人数超过43万 美国有超过218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而美国多家恒惚公司将陆续强制旅客在飞行途中 除了进食和饮料时 其他时间必须戴口罩 而巴西累计有超过89万人感染 俄罗斯累计病例超过54万 再有193人死于新冠病毒 累计7200多人死亡 英国方院累计41000多人病逝 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 印度累计确诊超过34万 新德里病例急增 未来两天将病毒检测数目增加一倍 孟加拉再有3800多人确诊 累计超过94000人确诊 新增确诊百多例的新加坡当局指出疫情带来不确定性 张仪机场新加坡航站楼的工程至少暂停两年 土耳其方面累计确诊近18万 其中9个省病例激增 当局将严查营业场所处罚违反防疫规定的民众 沙特至今共有13万人感染 好我们再来看中国方面的最新数字 内地在15号新增40例确诊病例 其中有32例是本土病例 北京27例 河北4例 四川1例 另外8例是境外输入病例 分别上海3例 广东3例 内蒙古1例 和辽宁1例 此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 其中有2例都是境外输入 当日没有转为确诊病例 内地现存本土确诊病例117例 是自4月26号以来首次超过百例 而现存确诊病例当中 北京最多 其次是广东 四川和上海 再看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在16号上午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北京市全市截至16号早上 共对276家农贸市场进行了消毒 关闭地下半地下农贸市场11家 而全市农贸市场和餐饮服务 则基本保持营业正常 陈延开表示 北京市发生新发地批发市场 聚集性疫情以来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 果断采取最严格措施 确保民众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 周一晚间连夜部署 统筹全市卫生检查 市场商务监管及各区负责单位 集中力量对全市农贸市场 和已复工复产单位 展开环境交叉检查工作 他预计在16号将完成 全部餐饮单位消杀工作 截止6月16日6时 全市共消杀农贸市场276家 关闭地下半地下农贸市场11家 完成餐饮服务单位消杀 33173家 各区一手抓消杀 一手抓保供 全市农贸市场和餐饮服务单位 基本营业正常 他也说 在全市范围也开展了食品安全大检查 围绕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货渠道和卫生管理 两个方面加大执法力度 更强化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力度 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连日来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力量 全员出动 强化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力度 加大监督检查频度 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综合运用重点检查 提醒告诫 行政处罚等手段 保持价格监管高压态势 紧盯投诉举报 坚持接触羁绊 逐点核查 快查快办 做到渐渐有着陆 事事有回应 凤凰卫视陈其叶博健 北京报道 取消广告回来为您报道 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校条例改革创新 推进现代化教育理念 外媒表示蓬佩奥将在夏威夷 与中方代表团会晤 就双边关系进行商讨 网传持有有效证券的外国人 无法入境 外交部经证实 消息为网络谣言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教育条例 自2020年7月1号开始实行 新修订的条例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 围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立德数人 坚持位战育人 坚持一体化布局 坚持内涵式发展 落实从严治教 从严治学 从严治研 从严治考 规范院校教育各方面 和全过程工作运行 条例共11章90条 整体重塑院校教育管理体系 科学划分 各级职责界面 推动落实院校 优先发展战略 贯彻政治建军要求 强化性军位战导向 优化新时代军队院校 教育基本布局 规范院校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的定位要求 和主要任务 明确院校领导 教员 学员的标准要求 突出政治能力培养 推动一切办学活动 聚焦能打仗 打胜仗 为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的 新时代革命军人 提供坚强保证 条例着眼 新型院校体系运行 和新型军事人才 成长成才特点规律 坚持改革创新 大力推进 军队院校教育理念 制度 内容 方法 治理 现代化 拓展完善招生 保障 交流合作 等支撑制度 建立健全 新体制下 院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在台湾 日本冲神县 石原市计划 将管辖 钓鱼岛的 行政区化改名 引发台湾内部反弹 宜兰县政府 计划7月份 出海护岛 国民党16号 再次批评 蔡政府软弱 比起马英九 执政时期 软硬兼施 捍卫主权和鱼权 蔡英文对日本 却是卑躬屈膝 毫无作为 日本冲神县 石原市计划 将钓鱼岛的 行政区地址改名 以发台湾政坛讨论 国民党认为 前领导人 马英九 当年软硬兼施 坚定护鱼 签署东海和平倡议 展现一寸 都不能让步的 互主权决心 如今 民进党蔡政府 却是软弱 毫无作为 包括马前总统 他曾经 到了 鸿家鱼 去视察 这个是最靠近 钓鱼台的 这一个岛屿 那去宣示 我们整个 钓鱼台的主张 宜兰县的县长 林芝妙 有邀请蔡总统 可以前往钓鱼台 来护鱼 但是 蔡总统 根本就不敢参加 也不敢接招 所以这个部分 相较底下 真的 蔡政府 太过于软弱了 国民党认为 民进党无意也无力 护卫主权和鱼权 放任日本步步进逼 远不如国民党执政时期 更点名民进党的高层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立法院长尤锡坤等人 口口声声要护鱼 却只是动口不动手 蔡英文 卑躬屈膝 只能换来奴才的地位 我们要展现我们的态度 坚定的态度 就到钓鱼台去 办钓鱼比赛 现在也是行政院副院长 日本都要改名了 清门踏户了 陈其迈出来 办钓鱼比赛去 游锡坤院长 他就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要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请问 当你不敢主张 自己的主权的时候 别人为什么 要来跟你 共同开发 国民党强调 蔡政府不应该放任 钓鱼台主权 遭到侵犯 应该比照 马英九执政时期 用具体行动 为渔民争取权益 凤凰卫视鲁冠飞王世凯 台北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补选 将在8月15号举办 参选人需在 6月24号之前登记 民进党方面已经确定 会由行政院副院长 陈其迈参选 而国民党预计 将在17号中常委 通过提名办法 高雄市长补选投票日 定在8月15号 参选人必须在 下周三前完成登记 民进党确定由 行政院副院长 陈其迈出战 近期将辞去行政院职务 全力投入补选 市长产生之后 那也能够让人民 施政有感 能够尽速地 让整个施政冲开机 国民党则预计在 17号中常会 通过特别提名办法 目前传出 党籍部分区立委 吴宜丁被党内征询 是跟你说我不参加的 我不想要在他们 党中央做任何决定之前 表示任何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 不管我现在是如何表示 都有可能会破坏团结 41岁的吴宜丁是高雄人 父母都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 学经历完整 符合国民党征询的条件 但人选都还没拍板 吴宜丁已经遭到民进党攻击 还被绿营讽刺是正二代 民进党这边的手法 我想很擅长用负面的选战 去做攻击 而且用双重标准 比如说提到吴宜丁 他可能家庭背景 可是却忽略了自己政党的 候选人的家庭背景 更为精彩 这样子选择性的报道 一向就是绿营惯用的手法 不过吴宜丁去年11月 被国民党提名为 部分区立委 今年1月就任 政坛资历仅半年 也缺乏选战经验 来应评估 补选这一战 虽胜算不大 人必须培养年轻人才 深耕基层 拓展地方实力 富王卫视张绍兵 杨文尚台北报导 好 再来关注半岛局势 韩国统一部证实 朝鲜当地时间16号下午2点49分 爆破了地数朝鲜境内开城工业园区的 朝韩联络办公室 朝中社随后宣称 已经彻底炸毁朝韩联办 并称此举是在实施反制措施 韩方对此深表遗憾 强调如果朝方再令半岛局势恶化 将会做出强烈应对 爆炸发生后 开城工业园一带冒出浓烟 韩国统一部指出 朝鲜在当天下午2点49分 爆破当地的韩朝联络办公室 从韩国边境也能观察到 传出巨响的开城工业园区方向冒烟 韩国军方释出 从非军事区拍到的监控画面 可以看到爆炸的一刻 办公大楼倒塌 整个区域冒起浓烟 朝鲜官方媒体证实 彻底炸毁开城韩朝联办 扬言这是实施反制措施 让韩方付出应有的代价 韩国新瓦台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全体会议 探讨对策 韩方对朝鲜炸毁韩朝联办身表遗憾 强调如果朝方再令半島局势恶化 将强力应对 对朝鲜监监视战备力度 并要求最前线指挥官各就各位 指挥边防部队 综合报道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韩国国防部在朝韩解除武装的军事冲突区 军事缓冲区部署兵力 韩国国防部在16号表示 情况非常严重 并指韩美将保持军事上的应对态势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16日通过朝中社的公开报道 宣布将在韩朝飞船市区 重新部署兵力 并会向韩方散发传单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目前情况十分严峻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 朝方可能会在开城 以及金刚山以带部署兵力 也会撤回在2018年 919韩朝军事协议中 有关拆除监事哨所的措施 开城在2003年 建委工业远去之前 朝方从部署军队 由韩国学者指出 朝方批评韩国脱北者三发船单来 作为制造半导紧张局势的手段 目前情况并非由韩国政府造成 而是朝方根据自己的目标 以及时间表 利用韩国来向美国发出信息 学者认为朝方若希望与美国的关系取得进展 和积极商讨无核化的话 还是要依赖韩国 由此韩国政府需要根据长期计划 遵守原则 不用一一回应朝方的举动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印度军方15号严重违反了两国达成的共识 两次越过边界线非法活动 挑衅并攻击中方人员 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中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 呼吁印度不要采取单方面行动挑起时短 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 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精神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不得越线活动 不得挑衅自事 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边有关问题 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做出努力 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 中印双方在边境的加勒万河谷为近日对峙降温 但周一晚上发生的激烈冲突 印方有包括两名士兵及一名军官死亡 印方在修改后的声明当中提到 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双方高级军官目前正在现场会面来化解局势 外媒报道说 双方发生冲突时并没有开枪 而是激烈的肢体冲突 另外中国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大笑 16号就中国和印度边防人员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冲突发表声明 敦促印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动 回归对话会谈解决分歧 声明指出6月15号晚间 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挑衅攻击 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加勒万河谷地区的主权历来归属中方 印方边防部队出尔反尔 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达成的协定 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的共识 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 中方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 与中方相向而行 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路透社引述消息是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这个星期 在夏威夷美军基地与中国代表团会面 讨论自今年初开始恶化的双边关系 报道说蓬佩奥预计当地16号 由首都华盛顿启程前往夏威夷 17号在西卡姆空军基地与中方代表团会面 议题可能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军备控制 贸易 香港 朝鲜问题 以及中美互相采取针对记者的行动 蓬佩奥只会在当地逗留一天 消息说中国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为首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号表示 中美外交管道保持着沟通 如果有进一步消息 中方将及时发布 方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评论 今年中国海关从进口加拿大原木中多次检出有害生物这一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6号回音表示 中方采取的检疫措施是正常的安全防范 科学合理 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管理 近期中国相关口岸海关在进口加拿大原木中检出天牛小肚等活体检疫性林木害虫 为防范这些害虫传入 按照中国相关检疫法规法律 中方对相关原木进行了除害处理 同时根据国际标准 中国主管部门及时向加方通报了不合国的情况 要求加方调查原因采取改进措施 我想强调 保护中国农林业和生态安全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 中方主管部门针对加拿大原木采取的措施是正常的 检疫安全防范措施 科学合理 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也符合国际惯例 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15号就华为高层孟晚舟引渡案 再次开庭听证 希望在明年夏季前结案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向法院提交备忘录 认为汇丰银行配合美国构陷孟晚舟 案件下一次开庭日期定在23号 备忘录显示 美国司法部提交的用于要求引渡的起诉案件记录中 指控孟晚舟的唯一关键证据是由汇丰银行提供 但是美方对这份证据的总结遗漏了重大信息 甚至存在故意误导的行为 2013年8月22号 孟晚舟在香港向汇丰银行的一名银行高管 做了演示文稿演讲 这份演示文稿此后被汇丰转交给美国 并成为了加拿大法庭 认为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的依据 然而美方的起诉案件记录承认 汇丰银行的初级员工清楚 华为与子公司新通之间的关系 但是又说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者 对此并不清楚 孟晚舟的律师认为 这一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律师团队将向法庭提供更多证据 证明这是重大不实陈述 另外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美方为了避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了影响 特意不出面参与逮捕行动 加拿大在逮捕孟晚舟之前 就承认案件具有高度政治性 而总检察长也明知逮捕孟晚舟 将严重侵犯对方的权利 依然根据预先设计的计划 先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假装进行例行海关检查 不当采集她的电子设备中的信息 作为证据 几个小时后再由联邦警察将其逮捕 目前孟晚舟的律师团队 正在以程序滥用 证据不充分等理由 要求终止引渡程序 凤航卫视综合报道 这段网日上流传说 所谓外交部发出通知 自6月15号开始 所有持有有效证件和居留许可的外国人 将无法入境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周二回应时强调 经核实相关消息是有网络谣言 所谓外交部发出通知 自6月15号起 所有持有效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外国人 将无法入境的说法 经我们会后核实 系网络谣言 外交部近期并未发布有关通知 你提到的社交媒体上的有关截评 系个别人对此前发布的公告 进行恶意篡改 拼接后发布的 我们要再次提醒媒体朋友 对网上的信息 要注意甄别和核实 避免报道虚假和不实消息 虚假广告回来为您报道 香港公布的3到5月份 9月数据显示 失业率攀升到5.9% 香港疫情趋缓 港府宣布放宽限聚令 公众地方人群聚集 上线增至50人 澳门公务或商务人士 通过核酸检查之后 一周内入境珠海 可以免隔离 欢迎你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港澳方面的消息 香港周二公布的3到5月份 就业数据显示 劳工市场进一步恶化 失业率攀升至5.9% 超过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触及的高位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据显示 就业市场的情况持续恶化 失业率连续第八个统计周期上升 三到五月间的失业率攀升至5.9% 环比上升0.7个百分点 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百分之5.5的水平 为超过15年来最为严峻的情况 失业人数方面较上个统计周期 增加了超过两万七千人 失业总人数破二十三万 多个主要的经济行业失业率 起起上升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 合计失业率 急升至10.6% 创下03年SARS以来的新高 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 就业情况最为严峻 失业率接近15% 建造业的就业情况持续恶化 失业率接近11% 老公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 失业率虽然攀升 但升幅有所减缓 保秋业计划效果出现 大国恶化的程度 实际上已经有迹象 是舒缓 保就业计划 究竟它那个会不会出现一个 我们叫预期的影响 所谓预期的影响 就是当大家预期在6月份 已经会有一个保就业计划的 资助给到雇主 雇主在5月份 他的行为会不会有这个变化呢 明显看这个变化 特别是失业率 那个所谓恶化的程度 是得以舒缓 明显这个所谓预期的作用 是出现的 而就业不足人数方面 增加了超过16000人 总数超过13万人 就业不足率上升0.4个百分点 持3.5% 达到近17年来的最高水平 方向维持着林峰 西方摩登 江河特首林郑月娥16号表示 政府推出的保就业计划 第一期共收到16万8千多名雇主 以及25万9千多自雇人士的申请 在两批完成处理的申请 一共有5万9千5百名的雇主 涉及的雇员是49万名 涉及的总来自保就业的工资保贴 是114亿元 换句话说 每名受惠的雇员 我们政府提供的平均工资补贴 在6月7月8月这三个月的期间 是23200元 林郑月娥表示 工资补贴非常接近政府提供的 每月9千元上限 形容计划用得很好 他又强调雇主必须按承诺 全数工资补贴拨款 用于员工的工资 同时在6到8月期间不能裁员 政府会尽快完成第一期余下的申请 下星期会公布已经领取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 社会雇员人数及金额 之后每星期会在网上更新 完成审批的雇主名单 重申希望外界不要用污蔑的眼光看雇主 政府代理人会抽查雇主提供的资料是否确实 至于第二期9到11月的保就业计划 争取7月或8月初可以接受申请 王文士综合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缓和 特区政府在今天宣布 从周五凌晨0点起放宽社群聚集的限聚令 香港15级卫生区局长陈兆史在日外宣布 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已进行近5个月踏入新阶段 因此行政会议周二决定进一步放宽限聚令措施 包括放宽群组聚集限制 也就是将限聚令的上限由目前的8人提升到50人 至于为什么是50或者不是40或者不是60呢 我们都看到我们较早前 例如我们分礼的仪式 或者是我们要去限制 有些AGM或者是EGM那些每年那些会那些人数都是50 那我们觉得这个50这个数目其实都是可以接受 十字的限制措施也进一步放宽 客容量以及每张餐桌用餐人数不再受限 也就是说包括婚宴在内的宴会可以正常举行 但客人进入时测量体温 餐桌与餐桌之间相隔1.5米等限制继续有效 酒吧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可以恢复 但和夜总会一样 每张餐桌人数上限由4人增到8人 而卡拉OK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等 人数上限则由8人增到16人 因为这个疫情是难以短期内消失 所以大家都是恐怕是要同个病毒都是要共存 而未来也都是可能仍然都会出现一些本地的个案 但是市民也都要适应如何在这个新的常态下面 逐步恢复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一些活动 被问及月交3D互认的健康马推进进度 成长时会应职特区政府仍在于内地及澳门当局商讨 如果有结果会事实公布 富豪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经过两个多月的限制 没有珠海居住证 但有公务或商务等特殊需要的澳门居民 在珠海市政府批准 以及通过核酸检查之后 入境珠海可以有时间限制的面处隔离 澳门居民前往珠海豁免14天隔离的网络系统 上周四开始接受申请 澳门政府初步审核之后 再转交个案给珠海市政府做最终审批 15号有市民陆续收到珠海的确认短讯 16号起的一个星期之内 进入珠海可以免除隔离 有得到豁免的市民 一大早就带着行李过关 后面的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 超过7天进入珠海就要进行隔离 珠海市政府每天批准1000个名额 获批的公务、商务等有特需需要的阿门居民 需要具有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必须要再指定的两个口岸过关 且又今后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珠海市内 否则有可能被隔离 阿门居民到珠海后面隔离的网上申请系统 在开通时两天已经收到超过7600元申请 阿门当局说要先处理这些个案 暂时要关闭网上申请系统 中海卫视陈慧琪阿门报道 好 去下广告回来问您报道 中国财政部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令债券市场沉压 国债期货价格打跌 美国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运营每周四班的中美航班 促航班全面恢复 美国将修改禁令 允许当地企业在局部领域与华为合作发展物质 好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准车 中国财政部在周一晚间宣布将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令债券市场周二沉压 国债期货价格大跌 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 也令得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 回购利率上升 中国财政部周一晚间公告 为筹集财政资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财政部决定周四发行两笔抗疫特别国债 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分5年和7年两个品种 以竞争性招标方式发行 财政部5月时确定 今年将发行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 不计入财政资资 市场密切关注发行方式和进展 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特别国债以10年期为主 适当搭配5年和7年期 7月底之前全部发行完毕 特别国债发行红风将至 令证券市场周二承压 国债期货的价格大幅下跌 10年期的跌幅高达0.74% 各期限国债收益率上行 5年期的升幅达7个基点 另外银行间市场资金面 也转为收敛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 处于合理充率水平 周二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待日进回笼600亿元资金 各主要回购利率普遍上行 隔夜品种的涨幅超过20个基点 《风华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交通部宣布将会允许 中国的航空公司继续运营 每周四班中美客运航班 美国交通部指出将继续推进 中美之间航空客运的全面恢复 拿美航空表示 已经得到中国当局的批准 下周将恢复西雅图 经首尔往返上海的客运航班 而从7月份开始 美洲还将开设一班 分别从西雅图和底特律 往返中国的航班 美国联合航空也申请在6月 恢复每周两个中美航班 美国商务部日前证实 将会修改禁止与中国电讯设备 生产商华为进行生意往来的禁令 允许当地企业在部分领域 与华为合作 路德社报道指 美国商务部与其他机构 已经批准修改禁止当地企业 与华为做生意的规例 容许企业与华为合作 制定5G通讯网络标准 随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向路透社证实 指当局正采取相关行动 罗斯在书面声明中指出 美国不会放弃全球创新领导地位 并致力于鼓励美国工业界 全面参与并倡导美国技术 成为国际标准 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和外交政策利益 路透社一述消息指 修改后的禁令正等待发布在联邦公报上 预料最快会在当地时间周二公布 美国政府去年将华为列入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 以维护国家安全 但企业在调整生意往来的过渡期间 可向政府申请临时许可证 在事先许可状况下 出售美国商品和技术给华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根廷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塔亚纳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阿根廷政府有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并将就5G建设问题和中方进行探讨 塔亚纳指出 中国的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很有意义 可以连接全球 并推动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 区域内已有几个国家加入这个倡议 塔亚纳表示 阿根廷对加入这个倡议 有两个非常具体的期望 第一,超大部分的跌典 描述的跌典 二 推荐在这个计划 对我们的进行业务 是很重要 让我们的进行业务 并非只是一关 对南部和西部 或是对南部和西部 而是一关 让我们的进行业务 是一个基本基础的 我们的经济维持 台亚娜认为 中国在5G技术方面 取得了重要发展 阿根廷将尽快做出决定 以整合这一技术 塔亚娜指出 阿根廷正义党政府 有着基于国家利益 做出决定的悠久传统 不同国家间的竞争 或相互施加的权利或制裁 不是阿根廷行动的 决定性因素 政府的指导原则 是在尊重国际法 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 做出为阿根廷发展 提供最大可能性的 积极有力的决定 并采取行动 凤凰卫视 梁东亚求证 与布宜诺斯埃利斯报道 好 再来看两岸 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显著反弹 户指经过四连跌之后 高开高走 开盘已经收复 2900点关口 并持续上行 市场人气回暖 户指中场上升 1.44% 生成值上升 1.85% 香港股市跟随外围股市 大幅转强 蓝筹股全线上升 手机设备股炒高 科网和石油股 同样强势拉升 恒人指数 收盘上升 2.39% 至于台湾股市 受到市场乐观气氛的带动 推升加权指数 重回 11500点关口上方 收盘上升 1.82% 江苏省常州市中职人民法院 16号公开宣判 原中国保监会主席 向俊波受贿案 被告人向俊波已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人民币150万元 向俊波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上诉 被告向俊波 在05年至17年 利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 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以及中国保监会党委书记 和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 被有关单位或个人 在工程项目承揽 贷款业务办理 资质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1862万余元 法院认为 向俊波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数额特别巨大 鉴于他到案之后 主动交代办机关 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 是自首 而且认罪 毁罪 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 已经全部追缴 依法从轻处罚 好 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消息 我们交给气象主播 王毅 本人好 欢迎来到 富王即将站 南方的降雨呢 今明两天是鼎盛阶段了 明天呢 这雨时最大的地方 将会主要集中在贵州 是大道暴雨 局地呢是大暴雨 而到了后天呢 雨带会整体往南落 强降雨的区域呢 也明显地开始缩小了 到了19号啊 这个强降雨带呢 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 江西的北部 还有浙江一带 而像是陕西 河南 安徽的中北部 江苏等地的雨水呢 大多是会停下来的 此外呢 在华南明天后天呢 迅速会减弱为小到中雨 那在降雨带的南北两侧呢 就是炎热天气的主场了 比方说像是南侧啊 江南华南一带呢 闷热天气还是比较明显 而在北侧的津津季一带呢 本周内还将会出现 高温干热的天气 那比方说城市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 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 预计是在33度 而预计到了本周五的时候 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 本周的最高气温呢 基本上都是保持在这个 30度以上的 而像是我们在图上 没有给大家标出来的石家庄 本周四开始呢 这里将会连续五天 出现最高气温达到 35度以上的情况 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防暑降温了 好了 各位朋友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 北京多云24到33摄氏度 哈尔滨有雷震雨17到25度 长春多云19到31度 沈阳晴天18到33度 天津多云25到34度 霍浩特多云16到29度 兰州多云13到27度 兰州多云13到27度 兰川多云16到31度 西宁多云8到21度 乌鲁城市预报道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太原多云16到25度 石家庄阴天22到30度 济南有小雨20到24度 郑州中雨18到21度 河肥有雷震雨23到32度 南京有雷震雨22到33度 上海小雨23到30度 武汉小雨28到34度 长沙晴天28到36度 南昌晴28到35度 杭州阴25到37度 福州多云26到37度 台北多云26到31度 南宁镇雨25到33度 海口有雷震雨26到34度 广州有雷震雨26到33度 香港震雨27到32度 澳门震雨27到31度 梅雨季节的热潮湿 这样的天气在家里待久了 难免会有一点心情不好 怎么才能保持好心情呢 除了要记得调量室内的光源之外呢 还要记得多补充B族维生素 像这个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呢 有什么南瓜呀 香蕉啊 全麦面包啊 等等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抵御身体里的负面情绪 还有就是可以适当的摄取一些糖类啊 也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一些 只是要记得糖别吃太多了 吃完了别忘记活动活动 跳跳操 走走步 在室内其实也可以运动运动 好一起来关注下城市预报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啦 感谢您收看 晚安啦 好了 也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时事直通车 2020年6月16号 杨叔在香港 祝您健康 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